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11月中旬表示 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当前的无奈米厂之后再建设三奈米厂 对此,外媒报道指出,就供应链与地缘等双重状况下 台积电的三奈米厂将会受到客户青睐 这也使得同样在亚利桑那州设立先进制程晶片厂的英特尔倍感压力 外媒The Register报道指出,虽然张忠谋表示 目前台积电亚利桑那州的三奈米厂计划还没有正式定案 但却显示台积电正在当地准备建设 当前第一期五奈米厂之后的第二期工程 而一旦台积电积极开始执行三奈米厂的建设 则预计将给同样在当地兴建先进制程晶片厂 以回应美国政府提出重振半导体制造业计划 并解决美国供应链与国家安全问题的英特尔带来压力 因为英特尔先前表示 期望借助新晶片厂的兴建能在先进晶片制造方面 于2025年之际超越亚洲的竞争对手台积电与三星 成为市场领导者 只是这样的预期在当前英特尔正穷于应对营收下滑 与产品延迟推出等问题之际 后续还要持续地观察了解 报道指出 根据张忠谋的说法 台积电2024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完成兴建5奈米厂之后 预计将在旁边兴建新的3奈米厂 这代表着台积电热衷于让美国 成为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大本营 而这也代表台积电将在美国本土内 直接与英特尔竞争 因为这对于有国家安全考量的 美国晶片设计企业来说 台积电在美国当地创建先进制程产线 将会获得青睐 如此可减少对亚洲半导体制造上的依赖之外 也能避免地缘可能造成的供应链危机 日前就有市场消息指出 为了降低亚洲半导体制造的依赖 苹果执行长库克就指出 计划从2024年开始 自亚利桑那州的晶片厂采购晶片 虽然苹果没有说明将向哪一家晶片厂采购晶片 但是市场分析认为 苹果的采购对象仍是来自于台湾的台积电 这也说明了美国客户对供应链 与地缘等因素的慎重考量 报道强调 虽然英特尔也大张旗鼓地在亚利桑那州兴建先进制程晶片厂 但毕竟英特尔的晶片代工服务业务IFS才刚起步 未来一段时间基本上仍难以满足市场上的庞大需求 另外要苹果将代工订单交给英特尔生产 再短期也不可能 即使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 希望与苹果重修就好 但原则上很难实现 所以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三代米厂 能将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 台积电的三代米制程 预计在2022年底之前量产 而改良版的N3E制程 则会在三代米制程量产后一年量产 至于英特尔则是预计在2023年 台积电的三代米制程 称之为英特尔三的制程 这被认为是原先7奈米plus制程的技术 被市场认为仍然落后于台积电的3奈米制程 当然另外一则来自台积电的技术宣讲会 是对英特尔更为切实的信心打击 台积电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半导体代工企业 他们的开放式创新平台 OIP活动很受欢迎 参加人数也很多 因为所提供的工艺技术和IP 对许多半导体设计领域都非常有吸引力 台积电院士兼副总裁 在近日谈到了他们是如何实现系统创新 其展示的台积电技术路线图 显示了到2025年的 FinFET和NinoSheet计划的时间表 从N3开始出现了一种名为FinFlex的新产品 它使用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DTCO 有望为节能和高效能等细分市场改进功率效能和面积PPA 借助FinFlex方法 设计人员可以根据其设计目标 从三种电晶体配置中进行选择 32FinBlocks用于高效能 22Fin高效效能 21Fin功率最低密度最佳 EDA供应商Synopsys、Cadence、Siemens EDA和NC 已经更新了他们的工具以支援FinFlex 并且在单个SoC中 头片客户们甚至可以混合使用FinBlock选项 沿着时序关键路径 可以使用高Fin单元 而非关键路径单元可以是低Fin 作为进程缩放优势的势力 这位台积电院时肩负总裁展示了一个Arm Cortex-A72CPU 在N7中实现 具有两个Fin N5具有两个Fin 最后是N3E具有二一个Fin 而增强版三奈米 N3E节点的IP单元来自多家供应商 Synopsys、Silicon Creations、Analog Bits E-Memory、Cadence、Alpha Wave、GUC、Kredo IP准备状态分为三种状态 细报告准备就绪 细前设计套件准备就绪和开发中 在台积电 他们的模拟IP使用结构化程度更高的规则布局 这会产生更高的产量 并让EDA工具自动化模拟流程 以提高生产力 台积电类比单元具有均匀的 多精细和氧化物密度 有助于提高良率 他们的模拟迁移流程 自动电晶体大小调整和匹配驱动的布局布线 支援使用Cadence和Synopsys工具 实现设计流程自动化 类比单元可以通过多个步骤进行移植 比如原理图移植、电路优化、自动布局和自动布线 比如使用它们的模拟迁移流程 将VCO单元从N4迁移到N3E需要20天 而手动方法需要50天 快了大约2.5倍 大幅提高了晶片电路设计效率 台积电三种类型的封装也是强大无比 分别是二维封装InfoOS、Infopub、2.5D封装CoOS和3D封装SoIC和Info3D 最近使用SoIC封装的一个例子是AMD-EPYC效龙处理器 这是一种数据中心CPU 它的互联密度比2D封装提高了200倍 比传统3D堆叠提高了15倍 CPU效能提高了50%至80% 3DIC设计复杂性通过3D Blocks解决 这是一种使用通用语言 实现EDA工具互操作性的方法 涵盖物理架构和逻辑连接 四大EDA供应商通过完成一系列五个测试用力 为3D Blocks方法准备了工具 CoSS、Info3D、SoIC、CoSLE、CoSLR 台积电通过于相关领域的供应商 合作创建了3D Fabric联盟 IP、EDA、设计中心联盟 DCA、云端、价值链联盟 VCA、记忆体、OSAT、基板测试 对于记忆体集成 台积电与美光、三星和SK海力士合作 以实现CoS和HBM集成 EDA测试厂商包括Cadence、Siemens、EDA和Synapses IC测试、供应商包括Adventest和Terady 台积电拥有世界一流的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DTCO工程团队 国际竞争足以让他们不断创新新业务 数位、类比和汽车细分市场将受益于 台积电在FinFlex上宣布的技术路线图选择 3D晶片设计得到3D Fabric联盟中 聚集的团队合作的支援 AMD、亚马逊和辉达等半导体设计公司 正在使用3D Fabric联盟 随着2D、2.5D和3D封装的使用 吸引了更多的产品创意 这个数字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